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迎来了新的早晨 不过这晚他睡得不怎么像 他借宿的是挖空大树做的妖精母屋 满满异世界气息满满的石仪化镜 平日蹲在MyHome的蜘蛛子 也不禁想试试农家乐氛围 可惜啊没想象那么舒心 毕竟一场大战之后 老妖精的机甲废铁遍地 绿油油的林子化为一片焦土 满满的烧焦味 虽然老妖精的机甲不是用石油的 但还是弥漫一股浓浓的金属铜臭和烧焦味 好在蜘蛛子神化后没了技能 要是以前嗅觉强化技能常开 那味道根本别想入睡 再说这里本来就是妖精柱的地方 光这点就让他有点不爽 而且原住民都是被他们给咔嚓掉的 什么幽灵厉鬼的 虽然咱邪神不怕也不用鸟它 可也不是什么愉快的事 最后就是血和内脏的味道 总而言之没赶上好时节啊 毕竟不是来观光的 不过人蜘蛛子还是觉得 好不容易干完一间大火 想睡个好觉也不过分吧 所谓的大火自然就是铲除妖精 消灭妖精之乡 最终目的自然是干掉老妖精 为了这个星球 也为了结魔王的恩怨 关于老妖精 最终被魔王大义灭亲这档子事 说心里话 之如此心情复杂 虽然满足了魔王亲手 接过老妖精的心愿 但代价不小 经过这一战 魔王已经无法再战斗 不止这个 最重要的 魔王的寿命已经所剩不多 貌似魔王早就知道 自己时日不多 所以才会决定做当代魔王 虽然魔王肉体上不会牢 但灵魂已经接近极限 最好的证据就是魔王的能力值 包括技能在内 已然没有变化 系统下能力的强化 就是将打倒的对手的灵魂一部分 作为经验值吸收 使其附着在自己灵魂上 说白了 就是强制性让灵魂膨胀 最后系统内最强魔王的灵魂 早就是快吹爆的机油状态 所以没法继续修经验值 自然技能和能力都没变化 等待着魔王的 要么就是炸裂 要么就是气球落光 总之就是灵魂快撑不住了 所以魔王遇见自己命不久矣 当然了 那是活了N9N9的魔王的感官 在普通路人的标准来看 也还是能活不短的年头 然而 这也在这次战斗中 一下子骤减 如今的魔王 随时都有可能翘辫子 之如此看在眼里 纠结当时不该让魔王 对刚老妖精 不过也正是魔王拖住了老妖精 才让之如此 在这次决战中 免去了多余的能量消耗 魔王半条命 换来可贵的胜利 他却一味算计打算 顿时油然生起自我厌恶感 赶紧切换心情 覆水难收 直如此懂得反省 但从不后悔 因为后悔意味着 否定一路走来的自己 不管发生什么 都要直免接受 将其作为狗粮 继续向前才是 为此 直如此决定 先去看看俘虏们怎么样了 这次被俘虎的名单 山田君为首的 所谓勇者一行 以及被妖精以保护为名 监禁的转生者们 再要就是 妖精唯一的幸存者 欧嘎老师 再说这被杀过的妖精 所谓妖精 其实是以老妖精的 克隆为基础的种族 先有老妖精的克隆 再有被改造成妖精的猿人族 然后克隆和改造妖精的子孙 就是被称为妖精的种族 老妖精最擅长拐人 把路人拐来改造成妖精 让其和自己的克隆造孩子 生下来的娃 作为妖精族养育 所以那什么 妖精的大半都是 老妖精的血缘者 与其说种族 还不如说是血族 所以说 妖精要斩草除根才好 但也有例外 老师和混血伴妖 老师就不说了 伴妖精都要整 那不累死咱 他蜘蛛子也不是万能 难免有落网之余 能灭光自然最好 但妖精向外面的 都要跟除 顾鸡顾呛 所以和老家划清界线 野生的妖精就放置 所以山田君一伙的 伴妖精也放置了 不过听说 这一伴妖精 貌似死了一遍的说 不算数不算数 反正又复活了 然后因为这个 山田君当场 晕翻什么的 蜘蛛子表示 我不知道 不管我事 变咋样都不管我事 嗯虽然好怕怕 但还是得瞅一下 山田君到底咋了 谁让都是他蜘蛛子导致的 蜘蛛子也明白 八成就是那什么 禁忌满级了 心想这个咋办 万一被禁忌恶心了 山田君性格黑化 骤变什么的 想想就好怕怕 再有那啥 非要咱向其他转任者说明吗 全部甩锅鬼君拉斯不成吗 开进口什么的 最难为他了 某种意义上 你攻陷妖精之香 还要够难 想想都叫他忧郁 总之 先瞅一眼吧 于是 猪子走出树房子 只见眼前 是名副其实的石山 都是完成炮灰任务 光荣便当的帝国士兵 在脑残太子带领下 千里迢迢来赶来 遭受妖精和魔祖的夹击 几乎全灭 至于脑残太子 自己带的兵 因为对手是山田君和老师他们 相对比较正常的面子 所以被害比较少 其他的部队 遭遇老妖精的秘密武器 想想都没活路 当然了 说是秘密武器 但既不是他植物子对付的海胆 也不是魔王对战的最终机器人 而是被他称为普通机甲的量产品 就连后面的强机甲 在他看来 也是量产的杂鱼 当然 在他看来是废铁 这个世界的路人基准 那简直不要太危险 有多危险 具体来说 就和那什么地龙阿拉巴一样级别 难道活动 量产阿拉巴级别 那路人是没戏了 基本死路一条 其结果就是眼睛的尸山 貌似万幸没领到便当的帝国兵 和梅拉的部下们一起通宵熬夜 从战场各地搬回来 想到自己抱怨睡不好的时候 他们刚打完仗 都没来急喘口气 彻夜劳动 只如此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啊 抱歉太奢求了 能睡就已经好待遇了 异世界当兵的战斗到死 没死成的通宵劳动 还有比赦黑性的职业吗 向往异世界的助军 你想不想到异世界来当兵啊 只如此顿时觉得真悲哀 那本来就是预定当炮灰器子用的 所以专门挑了死不足气的 腐败帝国贵族的兵 虽说腐败的是他们的主子 下面人本无罪 当然里面有想蹭上面的蜜汁的 总之他们光荣完成使命 那就至少好好雕验一下吧 虽然遗体没法子 就这么带回帝国 遗物什么的 或者火化的带回去 总之得后葬吧 相反的 妖性的遗体 这里一个都没有啊 全部消失到他肚子里了 正确的说 是他的分身们分工合作吃光了 这也算是植物子流的后葬了吧 本来嘛 大自然 吃掉杀死的对象 才算有理 妖精的遗体成为了他的血肉 乌姆斯巴拉西 老妖精在天有灵 要知道自己的子弟 成了女神的血肉 肯定高兴得要哭 正当地眺望深山时 梅拉上来问早安 问她是否用过早餐 还没的话 让下面人准备 植物子一看 瞧你这客气的 想想平时的梅拉 确实挺周到的 如果是以前 被这么接待 也没啥为何感 如今 你呀好歹是军团长 周围还有部下的视线 对外的职位上 梅拉和植物子同级 你对咱这么客气 有点不对劲吧 梅拉向来是个公私分明的人 绝对不会在部下面前 谴辞于狠地下 植物子突然闪入念头 莫斯卡 梅拉君 你莫不成 担心我会吃掉眼睛的遗体吧 咱要是现在这开眼 肯定周梅直叮你 梅拉似乎也感到不妙 眼神有点游走 虽然是一般人 看不出来的细微动摇 可逃不过 就让她去准备吧 就在这时 植物子突然感到一股杀气 敏锐的杀气 以及要使用魔法的气息 迟了一步 梅拉也感知到了 想要出手 被植物子赶紧制止 哦 这种程度 连吓唬都算不上啊 伴随声音 放杀气的家伙 还原走来 没错 就是大战时 被人形姐妹捡回的罗老头 梅拉杀气腾腾追问老头 你啊几个意思啊 这杀气伴随威亚技能 父亲作业的路人士兵们 有的脸色发青 有的直接倒地 可关键的罗老头 一脸坦然 面带微笑 植物子暗暗评价 果然是路人里活的老九的 光看能力值 肯定是梅拉亚岛 可这气势架子 还是罗老头 更像个大人物 老头表示 没啥子 打个招呼 你们帝国打招呼 还要放魔法 这倒是头一次评说 梅拉回敬道 威亚杆直线上升 空气紧张 两人一触即发 可惜啊 有个东西 应该说家伙 把这正经空气 全部坏了 植物子纠结 这个该吐槽一下吗 我说菲尔将啊 你为毛紧 趴在老头背上啊 白人行姐妹的菲尔 这波操作的符 眼前一副 梅拉怒目 爷孙组合的沙雕场景 什么鬼意味不明 梅拉也是一边威压 一边不知所措 人路老头表示 这点小事就孤独反应 如何成大气 你瞧那边那位 早就看穿老富 无意失望魔法 一脸淡定 植物子暗暗回答 是这么回事了 但咱不动的最主要理由 是因为对你背上的家伙 实在困惑 卑职幼女 一脸神奇的老头 什么跟什么 老头继续巴拉巴拉 那边那位和老夫 因缘匪浅 当然 在人家看来 老夫根本算不了个啥 所以啊 那就更要在这打个招呼 好歹让对方记住名字 植物子一听 你老头大名 我早知道了 再说你这登场套路 想忘记都难啊 老头一本正经 鼓足气势自爆家门 然后 下一瞬间 菲尔直接扯淡 应该说是拉扯老头面颊 眼前老头 立马变成青蛙脸 然后梅拉当场笑喷饭 植物子差点也把支不住 你呀 太会挑时机了吧 搞笑一人看了 都要记住你们这才能 你这想不笑都难 不不想 待在这儿 肯定笑报 植物子赶紧一句 以扣 走吧 梅拉还磨叽 爱豆真的可以吗 植物子很点头 趁咱的腹肌和表情机 还管用 赶紧撤退 植物子 背对怪脸定住的老头 快不离去 背后 传来老头叫声 都是你这家伙 看干的好事 植物子直当没听到 梅拉一边 时不时回头瞅一眼 看植物子见不离去 慌忙追得上来 貌似后面传来 等等我的叫声 肯定是错觉吧 没想到 在与老乡的转生者 见面前 先给整累了 搞啥呀 就这样 遭遇变态老头 削弱了初始期始的植物子 为了用早餐 在梅拉的指引下 来到了可刚才一样的住房子 虽然大半化为废墟 广阔的妖精之理 还有不少完好的房子 既然住民都没了 自然不用白不用 好了 早啊 走进屋子 只见索菲亚 正在那优雅的享受早餐 桌上堆满各种料理 面包 沙拉 水果 牛排 煎蛋 只如此想 这哪里像是大战后手术的早点 再看索菲亚的架势 你啊是贵族吗 啊 确实是如假包放的天生贵族啊 梅拉让部下再追加两份 只如此内心感叹 貌似好久没和这对主仆 一起吃饭了 然后梅拉好歹是索菲亚的仆人 照例仆人和主人 是不该一起吃饭的 妈 从萨里耶拉国到魔祖岭 一路上大家都一起吃饭 事到如今也不必在意 而且梅拉如今是军团长 对外立场更大 嗯这么说来 反倒是在这里用餐的索菲亚 有点不合适吧 咱和梅拉至少都是堂堂的军团长 你个索菲亚是个没职位普通兵啊 不知情的路人兵会怎么看呢 不过又想 瞧你这待遇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吧 就这样植物子一边想着无聊的事 一边做了下去 然后猛然领悟 居然不知不觉坐下了 这就是能干男人的实力啊 然后梅拉一起坐下 仔细看她是一脸的疲惫 刚打完仗又要通宵处理战后 也难怪连吃饭都没有时间 不然平时肯定能两人吃完后 自己一个人用餐 再看索菲亚以外的人都不在 估计是在干活或者累倒了吧 然后索菲亚像知道她想杀一样 表示魔王在那睡 拉四值班做魔王警卫 班长菲尔米娜 不知道的说 只有此感叹菲尔米娜还是那么没存在感 话说人家是咱的部下 部下的行动都搞不清楚 是不是有点不妙啊 没事的啦 没问题 肯定应该大概 看来咱们的白纸女生也累坏了 不过接下来她还要面对同乡们 她该如何应对呢 敬请期待后续内容 欢迎点赞留言 订阅我们的频道 您的支持永远是我们最大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留言 再见